RainTV 大家今天過頭嗎? 對不對 然後今天想要帶大家逛一個景觀公園 那叫獅子頭景觀公園 那這邊的交通方式其實蠻簡單的 這一條路呢就是人來人往的成泰路 然後你搭公車的話呢要到這一站 叫做成泰路口這一站 那其實這邊有很多大樓 那對面有兩棟大樓 這邊也有一片大樓 這邊算是有住了不少人 然後這個成泰路口 然後到達這個路口之後呢 然後呢就繼續往前走 然後看你只要在這個路口呢 就先過半馬線過去 或者是說下一個紅綠燈那邊再過半馬線 因為我們要去那個 右上 右前方有一個紅綠燈那裡 那裡的路口呢 往上走就可以到了喔 剛剛說的就是這個摩托帽 這個安全帽墊 它旁邊就是它的巷子 要走進去就到了 那我們現在等一下綠燈 等綠燈之後我們走過去看一下 然後過來之後呢 就往這個巷子順著它走 然後遇到第一個路口的時候呢 往右邊轉 然後呢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小型的籃球場 是一個全場的籃球場 然後看到這個籃球場的時候呢 那個前面路口就到了 所以要往右轉走上去 順著這個彎道啊走上來 然後往這個地方直走 那這邊呢有些小爬坡 然後大家記得靠路邊走一點喔 因為這邊沒有人形狀用到 有點喘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啊有一個玻璃屋的地方 我再猜那應該就是路口了 那次我猜錯了 這個玻璃屋這個地方呢 是五谷四十頭一個公共的拖牢中心 然後呢繼續往上走 就在它的斜對面而已 那邊呢就是四十頭一個景觀公園 然後上面有一個 不好意思我現在有點喘 這邊呢有提供幾個位置 讓大家可以停車 不過車廂大概只能停五步而已 現在目前就停滿的了 然後這邊就寫著四十頭景觀公園 然後上面有一個透明的階梯 也不是階梯啦 應該是玻璃啦 它不至於到透明 那上面風景呢 我猜應該蠻不錯的 因為這樣它就可以看到後面整片了 等一下上去再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旁邊這邊有階梯 等一下你就順著這邊往上走 或者說你要從另外一邊 那邊也有個階梯 那我就想說 從這個比較近 你直接走上去吧 走上來之後呢 它是這樣一層一層往上堆疊 這是上面的第一層 然後接下去還有第二層 然後這邊呢有說明啊 目前啊 這邊有空拍機的一個 備航高度限制 所以要記得來這邊飛的話呢 要注意不要超過限高 然後 然後 我繼續往上爬 爬到下一層 現在呢 來到了第二層這邊 然後看過去 那邊可以看到那個階梯 所以我們再走過去 我看一下 我從這個平面走過去好了 哇 這邊過不去 所以要爬上去再走過去 然後我們現在爬上下一層之後呢 再上一層 不是下一層 然後這邊呢其實景觀就還蠻漂亮的 然後那邊呢就是 過離步道 等一下可以再繼續走上去 風景應該會更好一點 然後這邊周圍有兩層 給大家稍作休息一下 這風景其實就蠻漂亮的 可以看到五谷整個的風景了 不過 再用到的有點高 有點擋住了 那接下來啊 我們就往前 繼續直走 就可以看到這個 步道還可以繼續爬上去 感覺不錯耶 上面應該就比較 遮掩的會比較 更少一點的 哇 有點蠻可惜的 我現在看到下面啊 有一個柵欄圍起來 所以 目前步道就是不能進去 可能在維修中吧 然後 從另外一邊看 另外一邊 也是風起來的 那簡單講 他就做一個這樣的步道 從這邊 繞一圈 做空中步道之後呢 然後 再從這邊下去 其實這樣算是一個蠻 蠻不錯的景觀公園 大家可以在那邊休憩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不過 我在猜應該是 可能是 不知道是兼備缺法 還是怎麼樣 他的步道呢 呃 就感覺 沒有維修 所以有些步道的 踏板已經有點腐蝕掉了 然後 所以就是 目前圍起來沒有開放的 蠻可惜的 如果這邊開放呢 可以上面去看 更好 更美麗的風景 不過蠻可惜的 今天到這裡才知道 他沒有開放 希望呢 早點他開放 那下次呢 我再來拍攝 大家 從上面看過去的景致 我在猜應該會比這邊好 非常多 畢竟樓高大概 三層樓左右的高度 往這邊再高三層樓 所以看到的風景 應該是更美麗更漂亮的喔 OK 蠻客氣的 今天就只能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OK 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接下來 關鍵 我來看 我來看 做完 好 我來看 我來看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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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